伊斯蘭國殺害俘虜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之後 引發約旦民憤 約旦隨後處死了6名伊斯蘭國的囚犯 並且出動了戰機空襲伊斯蘭國大本營 約旦軍方發布3分鐘影片 戰鬥機成功完成空襲伊斯蘭國任務 攻擊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大本營拉卡 約旦軍方發言人表示 空軍數十架飛機連續發動空襲 攻擊包括彈藥倉庫及培訓中心 所有被襲擊的目標都被摧毀 飛機安全回到極地 約旦國王阿布杜拉 則是率軍方將領 前往被殺害的飛官卡薩斯貝的家鄉卡拉克 表示哀悼 而完成攻擊任務的戰機 也在此時飛越卡拉克上空 展示武力與捍衛決心 飛官卡薩斯貝被伊斯蘭國殺害後 約旦政府在4號處死6名伊斯蘭國囚犯 其中包括女炸彈客雷沙維 隨即展開這次暴復性轟炸攻擊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 大家好 谢谢大家